各位同学,平面镜的反射定律,我们就学了 但是,它跟我们的影像,怎样成像,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就在这个短时间里面,就看一看了 好了,你想像一下,我们照镜,我们在看的是镜里面的自己 并不是我们拔着眼睛出来,去看自己的嘛,对不对? 所以记住,我们第一步,我们看的东西,永远都是在看镜里面的东西 对不对?那好了,譬如我这里有一点光,一点光,我用交叉表示 好了,那在镜里面,那点光,究竟应该在哪里呢? 那上课你应该学了,哦,原来这个是物件,这个是物件 好了,它的像就应该在哪里呢?它的像就应该在镜里面同样的位置 好了,如果你记得老师跟你讲过,所有镜里面的影像呢? 我们都会叫做一个虚像,为什么虚像呢? 因为那些光不会穿进了镜里面的 好了,有这个东西在哪里了? 好了,其实我们又在想中了,假设我们有一条光线射到镜里面的 好了,如果有一条光线射到镜里面的,那应该会怎么处理呢? 好了,那我们假设有一条光线一射到镜里面的 当然同学,记住,你是继续需要用镜射的 所以以后每一堂科学堂呢? 甚至每一堂你都带一把镜射了 好了,如果没有这个像的话,即是说,根据反射定律 你就知道这条光线是这样走的 那刚才我一开始就讲过了 所有的光都好像是由镜射出来的 但你说,阿sir,明明你说没有光射进去的 什么叫做好像呢? 好了,其实就是这样的 只要你决定到镜射的位置 我们就可以知道,不用又慢慢去镜角度 都知道这条反射线是怎么走的 为什么呢? 因为记住,由物件射出来的光 好像是我们的眼睛直接望到物件那里 即是说,简单来说呢 它好像由物件射出来那样 那我示范一下了 好了,进射的点 其实就可以转到镜角那里的 好了,我们用虚线去表示 好了,那出一块镜 就会是一条直线了 那你可以细心看一下 其实跟反射定律做出来的线是没有分别的 好了,那当然一条未必满足你们的要求 所以我就打算再画一条线给你看 好了,同样又有个油物件射出来 好了,那油物件射出来 好了,记住要有箭嘴 好了,刚才说过 所以光就好像由个像那里射出来那样 好了,那我又将进射一点 当我物件连成一点先 好了,留意到哦 记住,在镜里面呢 就必定要是虚线的 因为光是进不去的嘛 按住在近尺 放一条线去 那你就见到一条反射线在这里了 是不是很清晰呢 好了,那你又想一下了 是不是很容易呢 那跟着我又问一个问题了 那究竟我们怎样去看到自己的影像呢 那我又示范一下了 现在,好了 好了,假设 有块镜在这里了 那当然记住 那块镜在那里呢 我们要画阴影位啦 好了,跟着又做一些假设了 假设什么呢 好了,有个箭嘴 这个箭嘴呢 就是你自己 好了,那箭嘴头呢 就是你的头顶了 好了,那我们有眼的嘛 眼睛在哪些位置呢 大约是这个位置啦 我用E表示啦 E就是你的眼睛 好了,那我们究竟 怎样看到镜里面的自己呢 好了,记住 刚才我第一步是先画个像 所以我现在都先画个像 跟它两个大隔的距离 有一点 这一点就是你的箭嘴头啦 是不是 同样的高度 好,然后动回来 好了,我们有个人在这里啦 那我们的眼睛都可以飙起来的 那这个就画到个平面镜的像咯 好了,跟着我们怎样看到它呢 就是最难的一部分啦 好了,我们试下看看自己的头顶 看不到的嘛 一定要透过一块镜看的 我们看到的脚尖 好了,那其实是什么意思呢 那我们看到自己的脚尖的嘛 实际上面是由哪里射的光出来啊 没理由有块镜啊 实际上是由我们的脚射的光出来的啊 同样我们看到镜里面的头顶 那这些光实际哪里出来啊 就是由头顶射出来的 记住不是个像的头顶啊 是个密的头顶 那究竟这一 刚才我做语言 怎样可以用光线去表示呢 那就示范给大家看啦 首先我们的眼睛看到自己的头顶 应该更静 看到镜里面的头顶啊 好了,看看啦 好,有一条实线 记住镜外就是实线 镜内就是虚线 是不是 刚才说过这条的光线本身在哪里啊 就是自己的头顶那里啊 所以我由头顶那里 我实线下去 那方向是怎样啊 是不是眼射一些东西出来 看到头顶 那我们都知道不是啦 就是说头顶的光 射入镜子 反射就在那里了 那我们的眼睛呢 就像看到自己的头顶那样啊 那同学,我有问啦 那脚是怎样啊 好了,那我试试由眼睛 拉一条直线到脚那里 即是望到脚了 同样镜外面就是实线 镜里面就是虚线 好了,这条光线本身由哪里啊 是由自己的脚那里啊 所以自己的脚就转到入射点那里 好,射回上去 那我们就会见到 咦,原来我们自己是透过这个方法去望到自己的 好了,是不是很简单呢 同学,在你的草稿纸上面 不,应该说在你的格仔纸上面 请你到时候画一次啊 画完之后,我再给你一些难题挑战一下 好了,加油啦,同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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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嘅 好 好 好 适合 好